今天影片是一個購物 但這個購物比較特別 因為不是我親自的購物 我是遙距離、遠距離控制這個購物 事緣是我爸爸媽媽和弟弟一家三口 上一兩個星期去了泰國曼谷和巴提亞旅行 雖然我沒有去旅行 但我亦有提示他們幫我採購一些東西 結果就好像我自己開完旅行回來 就可以跟大家做到一個購物樂的購物 所以我就想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就算不去泰國 閉上眼睛都覺得一定要買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雖然說你們的鏈頭一看 全部都是食物 但我打算吃物類就最後才分享 現在就先說一些化妝品 化妝品方面我專注在其中一個牌子去買 這個牌子就叫做4U2 4U2 我想應該是這樣讀 我全部都還沒開過 因為我昨天才拆他們的行李箱出來 所以我也是第一印象 這個購物超級可愛啊 超可愛啊 它是深深型的 這個開架牌子的東西其實一點都不貴的 我記得這些唇膏大約是三十多四十元內 就有一枝 然後這枝掃就不用一百元 最貴就應該是這個胭脂盤 裡面有一二三四五隻胭脂 所以就在賣相約一百五十元港幣 我和大家一起打開 咦 它有磁石的 它們是一些膏狀的胭脂 嘩 都很滑 試一試顏色 嘩 很好滑 你看顏色超飽和 很棒啊 完全是我這個意料之外 嘩 好漂亮啊 這個啡色可以做眼影 嘩 好漂亮啊 超漂亮 不過這個 Barbie粉紅色我應該真的拿不到 但其他顏色都超級和的漂亮 不過這個質素真的超好 我超驚喜 第一樣拆的東西就超開心 接著就到唇膏的部分 我們先打開唇彩 先看一下 Lip Gloss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比較簡潔的風格 裡面全部顏色都很一致 是一個楓葉奶茶色 像泰式奶茶那種顏色 再深一點 嘩 我想說它的顏色 它不是純彩 原來它是一個液體的霧面唇膏 但是這個顏色很漂亮啊 我試試塗在嘴上 但我今天我的嘴有點乾 怎樣啊 有沒有太妹的感覺 而且它是一點都不會張序 一點都不會黏 一點都不會焗 也不會覺得很乾 在唇膏上是比較透氣的霧面唇膏 嗯 我喜歡的 接著就到這個 它就是這個樣子 是一個磨砂的銅身 挺有趣的 它不是拆出來的 它是這樣扭出來 試色先 噢 它是一種乾燥玫瑰 也是偏奶茶系列的 這陣子那麼生氣 但它是有一點點 偏粉的顏色 好了 然後我就買了三支 都是這個系列 因為是新系列的 深深型唇膏 是嗎 它也是扭的 我沒想過深深也是扭的 咦 哎呀 我以為它是唇膏 原來它也是這種液體唇膏 來的 那我試一下顏色 會不會相似 嘩 好橙 看到它的火粒狀嗎 沒有這個那麼幽滑 它也挺乾的 不要跟我說這個新系列是服 我還買了三個顏色 它那個質地有點像 Mascara的質地 都是那些 好像有纖維 但這顏色很漂亮 這是什麼顏色 26號色 好 最後這個了 為什麼好像差不多 啊 也不是 這顏色很漂亮 它有點像這個 這個顏色 剛才圓形的 但它再偏粉紅 再玫瑰一點 無論我去到英國也好 泰國也好 我都一定一定會買這個 Soup & Glory 以前我皮膚有縮疹的時候 我沒有用到 但現在我已經完全好了 我又心動動動 因為家裡已經沒有存貨了 那我就買了這個最經典的系列 也是我自己最喜歡 它就眉的一支Body Lotion 然後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是比較厚身 亦都比較滋潤的Body Butter 然後去到泰國 一定一定要大量入手 一定要大量補貨的 就是這個蚊膏和防蚊液 這一盒蚊膏 我想很多人都已經見過 或者已經用過 聞起來很明顯是蚊膏的 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我無論用過這麼多毛皮的 日本版也好 香港版也好 毛皮膏也好 很多蚊從咬之後 塗的膏也好 塗完蚊爛也是超癢的 但這一款 你塗完之後 過了半分鐘 你忘了自己被蚊咬過 重點是它超便宜 這一盒是港幣5元左右 然後就到這一款蚊泡水了 它也是我用過最有效的蚊泡水 它有很多種味 有玫瑰花香味 有橙花味 今次買了爐梅味 不會很刺激 但小朋友 或者你有濕疹皮膚 用不可以 我就不敢肯定 但平日普通皮膚用 我覺得是很OK 而且真的很防蚊 而且它不會有蚊泡水 很臭很強烈的香茅 那些味道 它是比較清香 但是又有效 好 接著就到食物類了 我本身是一個不太喜歡吃零食的人 但是泰國有一些零食是我自己吃到肉霸不能的 那些一會兒再說 先說了一些上身的 這個就是我媽媽買給我 其實不是onoverlist的 是一個薯片是榴槤味的 大家其實吃不吃榴槤 好像買了涼沙包 我就偷了一包飯公司 之後就是這個 這個是Blaze的 漆仔和Laze合作出的 這個泰式肉碎炒飯的味道的薯片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這個飯 所以我一看到上網 它有出到這個 就馬上給我媽媽去漆仔買 然後怎樣少得 這幾年熱到爆炸 我想現在的熱情應該正在淡卻的 這個鹹蛋薯片 那沒有啊 我純粹是媽媽看到 之後買回來 我又有興趣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接著呢 去到泰國又怎樣少得紫菜呢 我想十個人裡面 有九個半的人 都會買紫菜回香港的 而那九個半的人 我想有八個半 都會買小老闆這些品牌 但是其實小老闆現在越來越不好吃 而且越來越貴 那我就發現了另外一款 是平很多 而且比小老闆更好吃 那就是這個 Bixi牌 換言之就是Bixi這間 超級市場自己 自家品牌 去出的一個紫菜 那我就 你想想 我帶回來也帶了四包 其實我媽媽買了十幾包回來 因為我真的超級喜歡吃 其實紫菜來來去去去 你吃過小老闆都是那個味道 那它有什麼個人之處呢 就是我覺得辣味 首先辣味真的超級好吃 它也挺辣的 我覺得 除此之外 它是比起小老闆 更加crunchy 更加鬆脆 然後吃下去是 好像吃薯片一樣 但是又沒有那種熱氣的感覺 也是熱氣的 但是有些心理安慰沒有那麼厲害 總之就是超級好吃 然後去到泰國 我經常都很喜歡買這些包裝麵 米粉類的 這款大家在香港都應該會看到 不過在泰國就再便宜很多很多很多 牌子叫MAMA MAMA 這個是酸辣味 它的辣味 酸辣的味道 沒有冬陰宮那麼複雜 那麼有層次 它是比較單純的酸辣味 但是我自己是超級無力喜歡吃 然後同一個牌子我買了另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聽起來有一點恐怖的 叫做豬血味 其實我是吃內臟的人 但是我不是沖著豬血味而去買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最近很輕吃的泰國船河 如果你都喜歡吃那種味道 其實裡面的湯底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深啡色甚至黑色呢 就是因為裡面入了血 它裡面通常都會有豬血和牛血 才可以做到那個濃度和味道 所以其實它雖然說是豬血味 其實它就是泰式船河的味道 我昨晚開了一包來試 我覺得挺像的 但是也一樣 因為裡面純粹只有湯和米粉 就會比較單調 你沒有裡面的九層塔 或者是蔥、蒜、芽、芽、芽 你自己加回所有東西 然後可能加一點肉去煮 就可以做到一個泰式船河的風味的米粉 好了 到最後也是同一個牌子 我竟然喜歡吃這個MAMA的公仔麵 即食麵米粉類 這個就是青咖哩雞的公仔麵 未必是陌生的 因為香港很多泰國食物的雜貨店 都可以買都會見過 純粹在泰國買真的便宜超級無的多 所以我都是大量入手了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泰國的即食麵 因為香港就算你買一包 之前一丁即食麵都好 它是差不多大三分之一 這個尺寸 但是這個 是差不多三分二十至一半的尺寸 對於女生的雀胃 或者有時候只不過口癢 或者很晚的時候 不是想吃很多東西 但真的很餓 都可以去煮一個 醉惡感就會減低一點 好了 今天這個遠距離遙距泰國購物 就來到這裡 希望爹媽媽可以盡快去旅行 雖然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 一早上寫了 寫相給他們買的 但是買回來看到實物 都感覺上好像收了手信 那麼開心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篇 同星期六、三、星期日、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